泰国人的学乎的第一句中文就是老板慢慢来 茶茶 现在这个疫情怎么样 现在大家都很难 只有留员工在负责打倒卫生 没有客人 不是感觉这个疫情 让人挺无奈 这个谁也没有办法 我给你预料不到什么时候你过去 有一两年 这有贴度 现在呢你们看到都是空空的 本来这个吧台上都是给大家提供咖啡呀 蛋糕呀 请这看一下 这边呢就是通路 大唐的一个地方 现在没有员工哦 都是空空的 之前他们在这个 点瓶上和勾搭是9分8.8分 要维持这样的一个水平 还真的挺花心思的 哇这个就是房间呢 看一下 好温馨哦 这是个大床房 这个床应该有一米八了吧 一米八的大床房 从这个洗手间望出去 像这样的酒店风格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传统的 拉纳风格 这个是刚刚修建好的 加宽那个楼梯 然后你看这个椅子有多大 你们看到的 你帮我拿一下 我给他们看一下 看我这样子坐上去 哇塞 这个整个躺上去 我完全没问题 一米八的人躺也没有问题啊 这个好 然后房间一出来 就是这样的一个 然后可以看一下泳池 晒一下太阳 整栋建筑都是木头的吗 对 这是泰国的游木 游木对吧 游木 是足以游还是用 游木 游木跟游木一样吗 应该就是一样的 哦 因为我都读成幽木 老板告诉我呀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栋楼呢 是来了以后它后建的 整整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用全用物来建造这栋建筑 也是为了保护前美国领事馆的旧楼 所建造相一致的风格 老板为什么特别喜欢这类的 在这边可以看到庙 看到庙来就非常舒服 泰景庙 也就是中国人来这边遇到的一个景点 前面还有那个泰景的宣传画 就整个这条路一直走 大概就走五分钟吧 就可以看到这个塔佩门了 从这个二楼下来呀 就是整个建筑的一个中心区 它看上去就是比较幽近的 然后传统的这样一个搽� entre 然后传统的螺纳风格 泰国朋友 我们这边有三层 42个房间 这个在这个地段来说 应该在一个亿左右吧 一个亿人民币是不 清卖的位置不一样 酒店的环境都有很大的差别 价格也有很大的差别 我们这边因为有个餐厅 我们大概用二十几个 二十几个员工 后勤 厨房 餐厅 前台 再加上办公室 正常维护的话 应该在三十万到四十万 水电费啊 工人工资啊 财务成本大概就 那每个员工的工资差不多是一万多 对 平均下来就在一万一万一二这样 水电的话正常也要两三万吧 三四万 因为你有带游泳池 所以这个耗费还是 或者夏天啊 冬天量会很多 空调 冬天呢会有的量很少 本身冬天太国很热嘛 对对对 每个进门关门 那肯定有空调的 其实泰国人和中国人确实有很大的差异 最简单的泰国人工作是非常随性的 今天说我不干 那明天肯定就不来了 也不会通知你老板水灯节 酒店全部住满客人 我前面餐厅也是客人很多嘛 对对对 第二天出师就不来了 嗯 那我也没有办法呀 我还要打电话 告诉我当天晚上值班的 干到一两年的 员工来加班 员工放假了 然后点外卖来吃 嗯 叫我家母 刚喝到一半 那个喝来员工 水灯节的时候不干了 他就不来了对 那没有办法 我的早餐有60多个人要吃饭 吃早餐 那快递我的服务员 我大家就是错了错嘛 嗯 是不是犯人道歉嘛 嗯 我亲自干 澳洲买菜 泰国人的学会的第一句中文就是 老板慢慢来 查查 他们觉得我们中国人做的事情都很快 是不是 对很急 嗯 因为大家的思想是不一样 性格也不一 泰国人的幸福指数排 实际上排的前六了吧 嗯 非常高 房子车 嗯 买任何东西都是贷款 周六周日 一家子 就去山上呀 去一个有山手水的地方 嗯 去玩了 嗯 还没不在乎吃的多好 或者喝的多好 我是比较喜欢清麦的 清麦的人文是比较好 人文呢 相对于南方来说 可能会相对好一点 看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最大的困难是疫情来了 工人工资你要养着 你也不能把它们随便开除 开除你要自己承担 75%的工资 每个月还要发 因为酒店行业 在泰国来说 不像一个大的行业嘛 嗯 人缘太多了 政府没有去让酒店去停业 只有一些什么 什么饭店呀 什么足疗店呀 按摩店 这旅游公司啊 全部关门了 都关门了 只有酒店 泰国政府没有 那乔南京你要停业 没有一个冬天不回过去 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不管我们身处哪里 一起期待2021的春天早日到来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